你绝对无法想象 一种治疗癌症的病毒 让人类变成夜魔 几乎灭绝 曾经繁华的大城市 现在荒芜一片全是野生动物 唯一的幸存者是医学专家大山 在没有规则 没有法律的世界 他能开着超跑 在城市中手链掩路 跟音像店里的模特假人说说话 因为这样会让他不那么孤独 那狗子就是他的唯一 每天形影不离 与他相伴 站在航母战斗机上 打高尔夫球 是他的娱乐消遣 每天会在这里发出广播消息 希望有幸存者知道他的存在 公园被他种成了玉米地 这样就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但天黑之前 他必须回家 他要撒上消毒水掩盖气息 拉下所有门窗的铁门来防御 因为炮光的夜魔 在夜晚最永远 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 在屋外剩人的似红身中 一人一狗在浴缸里互相依偎 度过难熬的夜晚 清晨是工作时间 在先进的地下实验室里 他没有放弃研究着病毒解药 这一天 他们正在追击落单的野路 野路慌不择路 窜进废弃房屋 二黑追的兴起 跟着闯入 大山慌了 因为那黑暗的环境 是夜魔的最爱 黑暗中 时不时传出的 可怕嘶吼声 墙上的血迹 让他心中一紧 来到楼上发现 那头鹿死不明目 一群夜魔 正处于休眠状态 下的大山 赶紧捂住灯光 在一张桌子底下 发现那狗子 怂得一批不敢出来 身后夜魔传出 大山带着狗子 一路狂奔 黑人天生的速度 在此完美体现 在夜魔抱住他的那一刻 大黑羹过窗而出 外面的阳光 瞬间将夜魔送走 大山想抓一只夜魔 做研究 将绳索抛出 固定住汽车 打上钉子 套上绳索 再铺上一块布 拿出针头 抽出血液 将士管丢在黑布上 再一枪脱砸碎 那血精卫 吸引夜魔触发机关 汽车跌落 将夜魔拖出 那夜魔老大 发出了愤怒的嘶吼 可阳光的存在 让他无能为力 实验台上 夜魔揣着粗气 大山缓缓注入 抗病毒药物 一记检视 药物似乎生效 急促的呼吸 也慢慢平复 但下雨 夜魔猛然起身 开始剧烈挣扎 发出痛苦的嘶吼 大山赶紧一针正进气 一切才恢复了平静 第一千零一次实验失败 让大山心乱如麻 这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溜达 突然发现 原本应该在 音像店里的塑料模特 竟然诡异地出现在大街上 他忍不住上前 探究竟 却不知自己 已经落入了陷阱之中 跟他用古夜魔的方式一样 大山磕在地板上 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去 危险 即将来 用随身携带的匕首 割断绳子 他开始向汽车爬去 怕要消失的阳光 成了生死交界线 夜魔蠢蠢于动 随着最后一缕阳光的消失 夜魔狗冲来将他扑倒 狗子冲出 与夜魔狗活动 大山赶紧起枪 排脱危机 可狗狗却受了重伤 实验室里 大山抱着狗子 眼看着同甘共苦的狗子便宜 他却无能够 最后只能亲手 结束他的生命 唯一的伙伴 离他而去 让大山充满悲伤 夜魔降临 夜魔纷纷扑向暗处的人影 突然 背后亮起灯光 大山怒吼着撞得过来 夜魔一个个 被撞得七零八末 可这些夜魔很疯狂 继续前铺后继地 扑上引擎盖 用头疯狂撞击车窗 大山直接撞灯杆上 夜魔爬上灯杆 砸向汽车 夜魔老大发出指令 小弟犹如捣蛋般 直接将车撞翻 大山被困住 无法动弹 眼看就要领盒饭 突然 一道强光出现 夜魔老大被吓走 刺眼的强光中 依稀看到一个人影 走在迷糊中 他说出居住地址 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 发现是一对母子救了 他们是听到 大山的广播信号才赶来 女人将大山救了出来 却没有破消毒水 掩盖起吸盘上 夜魔找到这里 扑天盖地地冲了过来 大山赶紧打开墙光 阻止夜魔 但下一秒就被扑灭 拿出了空气暗下 外面顿时爆炸四起 火光冲天 他曾观察苦暴雪 那夜魔老大一声怒吼 更多小弟 前扑后继地冲了过来 他们顺着墙壁 迅速爬向天台 没办法 大山赶紧带着母子 躲进地下实验室 大山惊讶地发现 女夜魔竟然正在 恢复人类的头征 但夜魔部队 此时闯得进来 大山赶紧关上玻璃门 这玻璃门肯定是中国制造 任凭夜魔又有扑又转 却毫无办法 夜魔老大赶地过来 气急败坏地掀翻紧小弟 对着玻璃 哭吱就是一下 又是一下 多次的撞击 让玻璃出现裂缝 随后 手掌在玻璃上画出图案 大山恍然大步 图案正是 女夜魔身上的蝴蝶纹身 那女夜魔 正是夜魔老大的家人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夺回她 明白一切的大山 缓缓地抱下手枪 拔出身上的针头 随后 让女人打开玻璃门 夜魔正要扑来 被手里克制住 大山通知手术台来到外面 夜魔群张开血盆大口 下一样 被夜魔手里驱散 看着女友躺着一动不动 她凑在大山耳边一声吼 大山瞬间瞄抖 大山抽屉 拿出这几 女夜魔被唤起 对夜魔老大表现出亲密 看着这一切 大山难以置信 夜魔不仅进化出了感情 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独取 大山夜魔老大道歉 不仅是因为绑了她的妻子 更是因为 在实验中死去的夜魔 夜魔老大抱起女友 转身没去 大山瞬间瘫倒在你 在夜魔的心中 能在阳光中生活 并且猎杀夜魔的她 才是恐怖的怪物 最后 大山不再执着研究病毒 随着女人一起分享新的未来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 我是香兰 喜欢的朋友 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